稍微想一下 其实它没有很复杂 但比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 稍微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去判断这些会计处理 但是基本上 请你务必记得一件事情 你搞清楚一个观念 未来的金额 未来的钱 一定比现在还不值钱 我常常 一开始的时候 在讲这个观念 我就跟大家讲说 五年之后要还你一百万 我们不要讲 我们有特殊的什么情谊 反正就是在商严商 你借我一百万 五年之后还你一百万 你现在会借我多少钱 一定比一百万还少 那我也讲好 这五年当中我都不会付你钱 我到时候一次还你一百万 就是这样的观念 所以你要记得限值跟中值的不同 中值就是五年之后的一百万 中值就一百万 那限值是多少 你只要用table 三就可以算了 当然我要知道利率是多少 那这个利率就是看债权人跟债务人双方去协议出来的 好 那这个是 我说这个地方你只要记得一个观念 你只要有养成一个观念 好 现在的钱一定比较值钱 现在的一百万跟五年之后的一百万绝对不一样 而且现在的一百万一定比未来的五年之后的一百万还要值钱 就这样子 这个观念你要建立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从这个例子里头往下延伸 比如说这个三年期的公司债 按照合约三年之后到期2019年的 这个例子2019年的1月1号我要还五百万 好 还的时候你可以看我是借应付公司债贷现金 就结束了 这整个债务就结束了 那我现在问的是说 假设这个债呢 好 因为市场利率百分之十二 那我现在因为公司经营的很好 或整个市场上面油脂泛滥 所以现在其实整个市场的利率都很低 我要负担百分之十二的利率 我觉得很很辛苦对不对 好 那我预期未来的利率会更便宜 会更低 好 未来的利率会更低 所以我就想办法要把这个利率 把它提前还掉 我不希望负担这么高的利率 所以我就去进行提前清场 这个合约上面如果没有权利义务说 好 什么时间点 发行人有权力提前赎回 或者是投资人有权力要求 发行公司提前把它赎回买回来 合约上如果没有 那只能发行公司抛出一些诱因 来促使投资人愿意提前赎回了 好 所以我先 我们先不讲他提出什么样的诱因 我们只是讲他提出什么的赎回条件 然后投资人也做了这个赎回的动作 那我们的账务该怎么记 我的账务处理该怎么去做记录 好 所以我跟你讲 第一个 如果这在三年 我完全按照合约去进行 三年到了 我就还他五百万 没有损失 没有利益 就这上面 2019年1月1号 我就还了五百万 没有损失 没有利益 但是如果我现在提前去赎回 好 那我姑且不管 我们不讲赎回是谁发动的 赎回的金额怎么决定出来 我们都不讲 我们只告诉你说 好 他呢跟债权人讲说 好 我呢 赎回 提前赎回 好 我赎回呢 我用什么 我用债券的票面金额的 一一 我们现在这个发现是几条 我用债券的金额的一百 一百 用债券的金额一百去做赎回 好 我赎回的价格是一百 什么叫一百 因为我们的债券 他不会写说多少百分比 好 他只告诉你说我赎回呢 要么就是一个金额 好 我赎回这个债券花了多少钱 这样子用写法 另外一种是说 我赎回是按照债券的面额 一一一零去做赎回 意思是什么 我债券如果是五百万 我就五百万去赎回 如果债券呢是 对不起 如果是一一零的话 那表示我债券是五百万的话 我就五百五十万去赎回 这样听懂吗 好 或者是发行价格的 有时候是票面的109 就是1.09的意思 109是109百分比 换言之就是债券金额乘上1.09 好 那我们现在是说 好了 不要讲的那么复杂 也就是说 我在 我提了一个提前赎回的条件 然后债务人呢 愿意用票面金额的100 去做提前赎回 好 那假设 今天有一个投资人 他的 因为他刚好需要用钱 他呢也愿意了 他就跟发行公司讲 那我现在提前 我现在五百万呢 我持有两百万而已 好 我两百万去做提前赎回 那赎回的时间 假设在2017年的12月31号 我收了 我收到了一年的 这一年的利息之后 然后再投资人呢 去做进行的赎回 好 他赎回 我上面有 我手上有两百万 我就赎回两百万 好 那第一个 2017年的分路 我成 因为我一样什么 付了利息 收到利息之后 我才做赎回 好 所以我的分路造谢 发行公司 请你记得我现在做发行公司的角度 所以发行公司呢 2017年该付的利息付了 该做的摊销做完了 然后现在五百万里面有两百万去做赎回 好 他进行赎回 好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2017年12月31号 两百万赎回的时候 我的分路怎么写 对 第一个 他没有按照原定的时间 原定是要三年啊 我现在才两年 我就做赎回了 所以你提前赎回 很有可能发生 提前赎回 损益 好 那我们的提前赎回 损益怎么算 那我说了 跟我们的资产 卖掉 处分损益怎么算 相似哦 我卖掉那时候的账面金额 跟我收回来 卖掉拿到的现金 中间的差 来决定我的赎回损益 那现在这个例子也是一样 我现在是欠人家钱 好 我提前就把债还掉了 因为如果没有提前 就不会有损益的问题 就我提前 所以我就要去评估 有没有发生提前损益 那我怎么评估 我赎回付了多少钱 依照我这个刚刚讲的赎回条件是 依照债券面额的100 也就是说债券上面说 债券的面额是100万 我就是用100万赎回 债券面额是200万 我就用200万去赎回 因为就是跟债券面额是完全一样 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债券整个面额是多少用多少去赎回 这是债券的写法 好 所以我刚刚讲的 我的赎回条件就是什么 依债券的面额去做赎回 好 所以我付多少钱 付现金也是 债券的面额 我现在是说我手上持有200万 好 好 所以我付现金200万 那我这个债券赎回的时候 我这个债券就要冲掉 好 founce table 200万 面额是200万 哎 你想说借200万 带200万 好了没事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不是啊 因为我这个债券是不是有折价 当我债券还掉的时候 它相关科目的金额也要冲掉 所以这个原来这个例子里面 我是不是有折价 这个债券它要折价三年 才会刚好等于面额嘛 票面金额 可是我只折价了两年 我只摊销了两年 所以我一定还有未摊销完的折价金额 对不起 在贷房 因为原来发生在借房 既然这个债券要冲掉了 所以我一定要什么 把它的discount or bounce payable冲掉 金额是多少 这个就我要算 这个债券在2017年的12月31号 它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账面金额在这里 2017年 这是2016年开始的嘛 这个例子是2016年1月1号 2017年开始 2018年年底 然后2019年1月1号就还掉了 所以2017年在这里 这个债券年底 做完折价摊销之后 它的账面金额是这样 4910712是500万啊 500万里面的200万 所以这个数字 我乘上五分之二 就是我这个债券 在2017年年底的账面金额 这个金额是500万啊 我最后才会等到500万嘛 我现在其中的200万去做赎回 所以这个账面金额就是这里面的五分之二 因为是200万 好 那你这个可以看呢 4710712 除五乘二 所以是188 1884285 好 相差一点点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188 1884285 这200万的公司债 在2017年的年底 它的账面价值是1884285 所以换言之 这个时候它还有多少的折价还没摊销 115715 意思是说 我的账面金额是剩下这个金额 账面金额 但是我的面值是多少 200万 所以这张中间的差就是我未摊销的折价 还剩下 1159 115715 那你可以看 这是我债券这个时候的账面金额 200万去捡的这个金额 就是它的账面金额 我还200万的现金 借贷方不平衡 也就是说 你想 帐上说我只欠人家1884285 我要还到这个负债我要付200万 你是付的比较多 所以就损失 115715 我就损失这个金额 帐上说我只欠人家1884285 可是我还到这个负债我要付200万的现金 所以我还了钱大于我帐上的金额 所以我产生损失 好 这个就是提前赎回的例子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呢 就说这个概念一样 所有的事情如果按照原来的逻辑 这个例子就像 我三年就还500万 所以没有损益发生 反正大家就照合约进行嘛 没有损失 没有利益 但是现在的例子是 我现在突然不能突然 就是我现在想提前还 你也愿意 好 那你不要问我说 为什么他只决定 是用200 就是100 面额的100呢 他们决定出来的 我们说我们会计头 姑且不去管 你为什么决定100 这个是可能是财务面的 去做这样的决定 但我会计里说 好你决定这样之后 我们的账务怎么处理 那我告诉你 这账务处理之后 对公司的财务报备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 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做你幕僚 可以扮演的角色 好 那这个例子就是 他提前还 因为提前还 没有按照原来的合约进行嘛 所以他很有可能产生 提前输回的损益 那损益怎么算 跟我们的资产的概念完全一样 虽然他是负债 但是跟我们资产的会计处理 完全一样 我处分固定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处分的金额 处分拿回来的现金 跟我这个资产的账面金额 做比较 来决定我的处分损益 那负债也是一样啊 我现在还了 我还了付多少钱 200万 我账上说我这个负债值多少 一百八十几万 我账上说我只欠一百八十几万 结果我还200万 你有没有多还了 好 当然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一定是你对你有利嘛 所以我就说 我们不管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总而言之你是做了这件事情 我账上怎么记录 好 所以我还了200万 账上说我只欠一百八十几万 所以我就产生了赎回损失 我就产生赎回损失 好 那我们的赎回损益 就完全根据账面金额 赎回当时候的账面金额 跟赎回我所付的仙钱来做比较 来决定我的赎回损益 好 那我请问一下 好就这样了 2017年谁会参席 我提前输回了200万 请你做2018年 我付利息的分路 想一下 2017年我先还了200万 我还有300万 好 2018年我还是要付这300万的利息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分路 我的分路怎么写 这个摊销表 依然适用 只是第三年 第二年我就还掉了 好 这边已经还掉了 200万已经还了一部分了 所以第三年 我只欠人家300万 好 300万 所以第一个 你300万乘上10%的利息 你只要付30万的现金 对吧 票面金额乘上票面利率乘上期间 我只剩下300万啊 票面利率是10%啊 所以30万啊 好 那你有两种写法 对不对 你有可以两种做法 不是写法 两种做法 一种我就把这个票面 还了这个1884 1884285之后的 剩下300万的账面金额 去乘上12% 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差 就是我摊销的金额 你也可以这样写 那如果不要呢 也可以 我可以这样算 如果不要 我直接我摊销表都写完啊 我就直接乘上五分之三 乘上五分之三 换言之我这边也是可以什么 原来的50万乘上五分之三啊 因为500万里面还有300万嘛 所以所有的这个数字 就是五分之三 好 所以第三年 2018年 我支付利息的分路 好 我的分路 因为只剩下30万的现金 那个利息 好 所以刚刚那个数字 89288嘛 好 288除 乘点6就是了 好 53 573 所以我的利息费用 5 353 573 你也可以把刚刚那个 589288除 乘上百分之六点 百分之六十也一样 5 8 8 8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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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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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重点而已 公司债的发行 以及它的相关交易 发行价格 支付利息要怎么做 除了付的现金之外 要做折一家探销 第三个 如果债务还没到期之前 提前清场了 那提前清场要怎么做 刚讲漏了一个地方 我们之前 你有出现过这个应付 这个债券提前损回损失吗 有没有出现过这个科目 我们说了 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在大家还不是那么熟悉 会计科目的时候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我先写出一个会计科目的时候 我要先去想 这个会计科目 是属于哪一个报表 放在哪一个位置 第一个要先判断 是哪一个报表 我说你只要两个二选一样 要么就损益表 要么就资产负债表 这个科目算什么 损益表 损失利益 费用收入都是损益表 所以你知道什么 Low 是什么 Games 什么 或者是Revenue 或者是Expense 99.9%都是属于属于表的科目 第二个 放在哪一个位置 基本上我们会放在营业外收支 它跟营业行为没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但我们国际会计准则里头并没有去强调说要营业跟营业外支区分 但是如果台湾会计准则里头我们已经也讲了 我们可以延续我们的习惯 好我们就可以分成营业费用 营业外收支 那这个就算是营业外收支的科目 好 好啦 这是第十 第十章 那我们这次考试呢 大概就是从我们的 我们上次从应收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是第几章 第八章 最考三章 八九十 八九十 第九章 很重要 好 第八章 应收账款 一定会考 还是会回过头来 因为虽然上次期末考有稍微考过 但是没有把它考很多 所以很多同学可能也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 呆账问题一定会考 好 第八章 一定会 一定会考 呆账问题 好 但应收票据也是一个 尤其它到期日 利息怎么算 好 我们在酝酿 我们下的 来第十章的一个概念 所以 第八章 好 第二个 我们的 第八章的重点 背底呆账还是很重要的 好 然后第二个 重点 就是第九章 第九章更多了 取得这个资产入账的成本 只有这个资产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期末要做两件事情 成本分摊 成本分摊 评价 我上期有特别讲 评价的部分 我有补充 评价的部分 什么是可回收金额 我有解释过 好 所以请你要特别留意 期末要做的事情 有两件 除了折旧之外 期末还要做减损测试 好 这是我上次有特别去 跟大家提醒一下 对不起 刚刚助教也特别提醒我 因为很多同学对于 重估这个不清楚 还好我想到 重估 所以 重估因为课本上有 好 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 那重估还会再提一次 但是他提的 会有更多的 好 那先把它讲完 第九章 然后他有讲到 那个折耗资产 地耗性资产 无形资产 所以第九章 其实 现在他的章节很短 感觉上很短 但是其实我讲的东西 也不很少 好 那地耗性资产 他的成本怎么决定 无形资产 要不要做贪消 好 这个东西都要你先把它搞清楚 这是第九章 第十章 好 第十章呢 大概主要 我应该会去讲 流动负债会主要靠 那个 估计负债 好 然后呢 会有负债的观念 你要了解 当然 第十章的三分之二的重点 就是非流动负债 好 这是这三章里头 我提到 他的重点在哪里了 好 那因为上次助教跟我讲说 因为做这个 这个 这个付刀角落的时候呢 有同学问到 那个第八章里面的 第九章里面的 资产重估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九章的资产重估 Revaluation 好 在439页 资产重估 我们刚才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资产重估是 当你买进来的成本 好 就是我原始的 入账的金额 因为经过了时间 经过了若干的时间 或者是某些的一条 原因改变了 所以我会产生呢 我就产生了一个 资产重估的动作 好 那我做资产重估的时候 假设 我重估 请你记得 我重估可以 重估的结果是 比我账面金额还高 或者是 重估的结果是 比我账面金额还低 都有可能 但是请你记得 如果你是重估 发生了损失 这个损失 立即承认 承认的意思就影响你的损益表 当期损益表的结果 如果你重估价 没有说重估价一定会增值 我有可能产生重估价损失 可以 好 那你产生了之后 你该怎么处理 那课本上举的是 我重估价是增值 也就是说 我账上呢 说这个资产剩下三百万 但是我重估价呢 觉得这个东西呢 这个资产 还有五百万的价值 那我要把它从他的这个金额调整为重估的金额 我怎么做 好 课本上面给你的例子说 第一个 我先把原来的累计 就重估价那时候的累计则就 跟他原来的成本金额对冲 然后呢 再把我从对冲之后 我是不是我的成本 就是我账上的成本 就跟我的账面金额是一样的了 然后呢 我再把它调整为我重估的价值 所以我们看一下课本上面 给我们这个例子好了 好 他说这个例子呢 在2017年的1月1号 他买了一个资产 好 那这个资产呢 原来的成本是一百万 可以用五年 没有残值 好 所以2017年 讲一下的折旧方法是直线法 439页 好 我们再讲439页的例子 好 因为上次助教跟我讲 说很多同学搞不清楚 好 所以我现在呢 再跟同学说一次 好 他的处理方式是怎么做 他第一个呢 因为这个资产 我在2017年买的 好 我从一路写下来好了 2017年的1月1号 我买进来的是借 假设是我的什么 好 我看一下 他有没有写 他的会计科目 还是写equipment 好 他只有写equipment 我买进来 equipment 100万的港币 代金现金 100万 好 再来 2017年的12月31号 我先做成本分摊 好 我做的成本分摊 是我借责旧费用 因为我用直线法 deprivation expense 5年 残值是0 直线法 每年提列20万的折旧 代累计折旧 accumulate deprivation 好 equipment 20万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 我做了这个分度之后 我这个equipment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80万 成本减掉累计折旧 所以我账面金额是80万 好 做完这个分度之后 然后后面告诉你呢 2017年 我做了资产重估 好 但我前面已经讲了资产重估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这边不管他 就是说他做了资产重估 我发现这个资产 在2017年的12月31号 有85万的价值 我现在账面金额就有80万 但是我现在有85万的价值 那我要把我的资产调整为85万的成本 就是账面金额调整到85万 因此 第一个 我先做 我刚刚讲说我先把原来的累计折旧 跟我的原始的资产的科目对冲 也就把这个科目 这已经属于表的科目了 是这个科目跟着我的资产 所以呢 我做了借累计折旧 accumulate depreciation 20万 代计 equipment 20万 请问我做了这个分路 我这个资产的成本是多少 做了这个分路 这个资产的成本是多少 80万 账面金额呢 也80万 因为累计者就领了 累计者就对冲了 这个跟哥 这个对冲了 借贷方冲掉了 所以80万了 好 可是这个市价有多少 85万 对 因为他说了 我平价 那个做减损测试 他没有减损 对不起 不是做减损测试 这个例子 他是做重估价 他没有损失 好 那因为根据我们的规定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 台湾的税法规定 如果你的物价超过25%上 就是增值了25%上 你可以做重估价 好 那我要重估价的时候呢 因为我现在账面金额 原始那个成本都是80万 我要把它调整为85万 所以我这边加5万 带方是什么 重估增值 revaluation 5万 好 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 好 这个 这个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 这个科目 重估增值 之前我们说了 跟刚刚一样 债务提前赎回损失 它是属于资产负债 权益 属于资产负债表 是属于损益表 损益表 你有说绝大部分 你写什么loss gain revenue expense 99% 都是income statement 但是这个地方有点特别 这个科目虽然是放在损益表 但是这个 它放的位置是不影响 当期损益的结果 也就是说不影响每股益域的计算 它放在损益表 但是它放在损益表的位置 比较特别 它是放在comprehense income 其他综合损益里面 好 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所以我请你记得 它是属于损益表 但是不是属于一般的损益表的范围 它是放在其他综合损益 好 它是损益表 但是不是一般的损益表的位置 好 也许这个地方会到中块的时候 再去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其他综合损益 好 这个科目 执课本上面呢 把这两个合并起来洗而已 好 它就是把这个 这边带20万 这边又借5万 哎呀 不要那么麻烦 就15万吧 就这样而已 所以课本上面 看一下440页 它是不是12月31号 借累计折旧 借累计折旧20万 带设备15万 带那个 revaluation surplus 5万 我写这样子也可以 资产重固增值 不过它那种写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 反映出它是一个增值的情形 所以这个地方 也许我这样写 比较没有那么的漂亮 好 我觉得像它这样写会可能 比较能够让你了解 它不是一般的 它不是一般的损益表放的位置 好 对不起 写错了 对 好 就这样子 这就是资产重固 这样搞清楚了吗 好 所以资产重固呢 第一个 重固 为什么重固 我们现在课本上也没讲 我也不讲了 好 反正总而言之 我先做了折旧之后 像课本上举的例子 我先承认了成本分摊 算出它的账面金额 结果它这个账面金额 我做重固的时候呢 这个重固的结果 比我账面金额多了五万块 好 所以我要做 我要把它调整为 重固价的金额 那我做重固价的金额的话呢 我处理方式 就把原来的累计折旧 跟我的账面 原始成本对冲 原来的成本 我提了折旧之后 它的账面金额就是八十万 我对冲完了之后 它还是八十万 因为累计则就冲掉了 equipment从一百万减少为八十万 好 八十万 那我再把它调整为 八十五万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在借 equipment五万 然后贷资产重复增值 那现在课本上 也只把这两个分路合起来写 我equipment 贷二十万 借五万 那刚刚合起来写 就是代计十五万 就这样 所以一样 我的累计则就冲掉了 equipment 原来是一百万 带掉十五万的话 就是剩下八十五万 我一样产生 其他综合损益的资产重估增值 结果是一样的意思 这样听懂吗 所以我上次应该 也有跟大家讲过 有跟大家讲过 不要送你